爱的迫降朴志恩编剧最新立作 《泪之女王》可以说是近期讨论度最高的韩剧之一 男女主角双金CP金秀贤与金志愿备赞化学反应爆棚 首级的浪漫婚礼戏更让观众们留下深刻印象 没想到在最新公开的花絮中 金秀贤分享了两人婚纱找拍摄的幕后故事 让不少观众捧腹 这样的婚姻果然太草率 难怪剧里会想离婚 《泪之女王》剧情讲述一对结婚三年 女敲男弱的财阀夫妻因不对评的生活 使婚姻遭遇危机 在克服困境后 两人的爱情如奇迹般再次绽放的故事 金志愿与金秀贤化身傲娇千金红海人 北威坠续白贤有 又甜又虐的感情线的感情线 让人看得欲罢不能 展现的朝强CP感更不少观众都敲碗 他们成为下一对选兵跟孙一贞 记得在三月剧集开播前 官方就抢先曝光了男女主角的婚纱照 并且在首集就公开的超伪美世纪婚礼 也完全没有让粉丝失望 不但是在玄冰跟孙一贞当初举行婚礼的场地取景 连婚礼布置都完美复刻 说不是再向迫降CP致敬都没人信 之后其他婚纱照陆续被放出 期待官方能赶快全部交出来 因为还有好几张都还没曝光 不过可能大家都没想到 剧内闲婚厚爱的精彩剧情也就算了 拍摄婚纱照时 两位主演夜市刚认识 在《类之女王》最新幕后花絮中 公开了龙头里白家的Room Tour 拍到了放在客厅的 显有海人的婚礼合照与婚纱照 原来两人的结婚纪念日是5月2号 金秀贤与金志愿也分享了婚纱照拍摄的幕后故事 金秀贤透露当时两人才见了一两次面 于是郭东岩就跑去问金志愿是否还记得拍摄婚纱照的时候 他说道完全是拍摄初期的事 那时我跟贤有您互相还很生疏 结果郭东岩故意闹他 可是贤有您说你们很快就亲近 然后很舒适的拍摄了爱 文艳金志愿马上改口 我也是那样觉得的 态度转变之快让大家都笑了 并且在影片中 试验白贤有金秀贤父亲的演员全培修 介绍了龙头里摄影棚内部 白贤有父母的房间里 从书法练习的痕迹开始 到处都是充满情怀就感的道具 这些细节不仅展现了角色的背景 也增添了剧情的真实感 特别是全培修对挂在墙上的家庭照片格外留意 照片中白贤有和他的家人 正庆祝他在首尔大学正门前的毕业 对此全培修说道 其实背景是CG合成的 透露出人物和首尔大学背景是合成的秘密 引起了观众的笑声 此外亲自介绍房子的金秀贤 出了婚纱照 也发现了一些特别的照片 其中一张是白贤有童年的照片 金秀贤透露童年照片是经过特殊处理的 并不是他本人 随着剧情进入结尾 在期待的同时让人有了万般的不舍 我们回过头来看剧情的彩蛋 其实不单单有致敬孙一贞悬兵 更是考验主演们演艺圈的友情 尤其是金秀贤 简直成了模仿狂魔 一些朋友们就算没有参演 也留下了不少的故事 拥抱也不能输 在《泪之女王》中 白贤有金秀贤对红汉人金志愿的浓浓爱意 想必大家都看得羡慕至极 尤其《泪之女王》十二集中 金秀贤从沙发上醒来 直接把金志愿拉倒在自己怀里 并从后面环抱浪漫画面 应该是想覆盖金志愿在三流之路中 被朴旭俊从后面抱住的记忆 毕竟白贤有金秀贤 是最爱红汉人金志愿的人了 让人没想到的是 金秀贤就连秀之也不放过 在《泪之女王》中 白贤有金秀贤意外买下一双球鞋 要送给红汉人金志愿时 刻意露出上台牙齿的桥段 被证实是在致敬曾一起主演 梦想起飞Dream High的女神秀贤 因为去年秀贤曾在节目中表示 露上台牙齿微笑是她的特色 而她也是靠这个标志性笑容走红的 只是这样的笑容出现在金秀贤的脸上 总感觉多了几分喜感 通常拍戏的金志愿更是没躲过 在《泪之女王》中 金秀贤自己加戏致敬金志愿 爱罗氏撒娇的表演 更是成为开播时最热门的话题 在《泪之女王》幕后花絮中 公开了该桥段 是金秀贤在片场的即兴发挥 且金秀贤也承认这一幕 是致敬三流之路中的金志愿 可爱又巨高CP感的两人 让人相当期待 在最后的沉痛氛围下 如何能再度突围 并且选角也是关系拉满 在《泪之女王》中 世事都要与 子子洪汉人金志愿比较的 弟弟洪秀哲郭东元 其实在之前早就与金志愿 结下不解之缘 早在2017年三流之路中 郭东元就曾以崔爱罗角色 惊喜现身在剧中 试验金志愿可恶的劈腿前男友 不光如此 2020年 有金秀贤主演的 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 也能看见郭东元特别客串 除此之外 郭东元忧愚 黑道律师文森佐 试验反派同父一母的弟弟 张汉书 为了扳倒哥哥 便联手文森佐律师 看样子郭东元真的很不像书 抢先一步 姐姐金志愿请了宋仲基 真是缘分匪浅 在这次宋仲基在《泪之女王》 客串其中 都要归功于 他与金西元导演好交情 两人曾与黑道律师文森佐合作 不过宋仲基这次再度扳演文森佐律师 似乎是本色演出 因为他在剧中帮金志愿打离婚官司 并说出 据他所知 离婚后没有人想祝福对方 好奇宋仲基当下演出时 是否也心有七七音 并且宋仲基与男女主角金志愿和金秀贤 其实都曾搭档过 宋仲基和金志愿世纪太阳的后裔 与阿斯达年代季后再度同台演戏 期待未来还有机会再看到男女神合作 而他与金秀贤则是 曾在2009年圣诞节会下选吗中 有过短暂的搭戏 《类之女王》可说是宋仲基与金秀贤 成长后再相逢的作品 另外在《类之女王》 演获金志愿姑姑一角的金正兰 也曾在财阀家的小儿子 与宋仲基同场标戏 可能就是种种关联之下 让宋仲基决定特别加盟《类之女王》 至于资深女演员罗应基 根本是金秀贤张母娘专业户 从来自《新兴的你》前送一母亲 到《类之女王》金志愿妈妈 金秀贤似乎都逃不过 罗应基岳母的视线 不晓得最初看到演员名单时 两人是否也会心意消了呢 亦或是导演与编剧 特意为金秀贤安排的也说不定 在《类之女王》中 红海人金志愿与白贤佑父亲 全培秀属于婴亲关系 而金志愿也必须喊她一声罢 但这不是金志愿与前辈全培秀 第一次演妇女 在《2027年三流之路》中 两人就曾演过真的父亲而非亲家 难怪红海人金志愿会非常大力帮忙 白贤佑父亲助选村里长 看样子缘分很深 金秀贤和吴世正 曾在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 演出响依为命的文家兄弟党 两人精湛的演技令人动容 这对苦情兄弟党又在在《类之女王》中重剧 不过这次一改先前戏剧《精神病》的设定 反倒在《类之女王》中 饰演一位精神科医生 为金秀贤剧中的角色凯莉遗嘱 让观众有惊有喜 不得不说 《类之女王》打开了先婚后爱正确打开方式 也希望两位主演也能先拍戏再生情 真的很狠地期待住了 有关 Pomod 有关